今天是2022年的5月10号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昨天啊这个美股是大跌的 对吧 有的个别指出跌幅超过了4% 从美股的角度来讲 单日跌幅4% 那肯定是较大的跌幅了 然后呢这个前前呢还有学员问 他说这个美股如果出现系统性风险 急跌的时候大跌的时候 我们这边会不会也有系统性风险 然后呢我回答他 我说美股涨的时候我们不涨 为什么美股跌的时候我们会跌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已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跌幅 我多年给他统计了这个关于 创一划指数和深层指 从最高点到急割的最低点 它的跌幅到底有多大 这么大的一个跌幅 如果再出现一个更大的跌幅 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已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 再次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 这个概率是不大的 然后昨天呢美股大跌 我们这边低开之后然后高楼是吧 很多指数呢从下跌 感觉低开1.5左右是吧 然后到收盘再涨 那么它的实体啊 实体还比较大了 比较大了 那么从日线的角度来讲 你看第一张图日线啊 日线的角度来讲呢 这里呢 第一个呢是序列有可能重排 第二呢就是 出现5的概率的降低啊 出现5万下跌的 60分钟线的5万下跌 概率的降低 然后好消息呢 今天出了一根红角线啊 出了一根红角线 那个是构筑结构的 必须经历的过程 我们说 我们说就这里的买入 也不判断它一定是一个反转 但至少会有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反 日线级别呢 你像前一波像这 对吧 这个就20多天 这个呢是15天 所以呢我说我们往少了打 往少了数 日线级别的反反反应该是一个15个交易日左右的反反反 左右反面说它是一定 所以它如果没有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反反 它的整体的风险是不高的 风险是不大的 只要你买的位置好 风险是可控的 那么它如果不是日线级别的反反反 继续往下走 假如说在这个地方往下下运行 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加速 因为日线反反反 它不会是4天 这个地方呢只有4天的反反反 我们可以再继续加速 所以呢 往下走也不是特别害怕 但它是不是走5 你可以通过速度能够看出来 昨天的速度显示 昨天的速度是比较缓的 走5的概率不大 那么走ABC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就是上涨 然后回调 然后再上涨 ABC的这个方式 今天在市场出现了阳线 还不能确定已经是ABC C过A的高点才叫做ABC嘛 但是呢它大幅降低了5的概率 就是后面走5的概率是不大的 然后呢 我们之所以说要做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 但大家不要忘了 仍然只是定义为反弹 仍然只是定义为反弹 因为底部是没有结构的 构筑结构必须有红脚线 没有日线级别的反弹就没有红脚线 没有红脚线就没有下一次的结构 能理解的答应 再说一遍啊 没有日线级别的反弹就没有红脚线 没有红脚线就没有下一次的结构的产生 能理解的答应 所以今天出红脚线呢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红脚线希望能够持续一段时间 大家看上一波 上一波的红脚线能持续的好多天啊 红脚线很多 这里的红脚线今天只是第一天啊 第一个 第一个 还是要耐心一点啊 耐心一点 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图啊 再看下一张图 第八二分钟前 第八二分钟前序列重牌了对吧 序列重牌啊 昨天序列 这个小序列经常容易重牌 现在是高二 然后呢 红脚线是一堆啊 120分钟的红脚线是足够用了 足够用了一堆啊 好吧 我们再看一下90分钟前 90分钟前呢 本来有一个低序列是吧 今天连续上场都90分钟序列也重牌了 90分钟序列是高三 前面呢还有陆续的低序列 但是现在呢就是高序列了 高三 但序列都是小数 小数来表 短期之内也是没有 较大的高点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好吧 60分钟啊 60分钟 60分钟这个五浪呢 就概率比较低了 是1234是吧 本来这个地方应该是 在今天这一反弹呢 这个五浪的概率就比较低了 60分钟啊 但是呢 我昨天其实给本周呢 做了一个大概的交易的方案 我说本周如果是震荡的 或是上涨的 都不操作 没有操作性 本周如果是下跌的 在本周四或本周五的时候 可能会有操作 也没有一定 那么现在来讲呢 就是今天是上涨了嘛 但是涨幅并不大嘛 但是排除 或者是降低了五浪下跌 所以呢 可操作性是不大的 可操作性是不大的 好吧 那就等着呗 没有操作 又等着呗 市场不会永远都这样 它自然的 就会走出一定的 这个技巧 比方说 它如果在90分钟 是吧 再出现一个高级 是吧 这个地方再出一个高级 来看图啊 90分钟再出一个高级 那这个地方可能是高点的 或者下下120分钟出现低级 如果想下到120分钟 再出现一个带结构 那可能也是一个难点 但不管怎么样 目前近期是没有 那我们还不如就 是吧 聊天 今天下午我也心情比较好 是吧 我就聊了怎么对 市场去现在来讲呢 现在有点小兴奋 原因是什么 就聊了聊了 聊了就比较多啊 聊了比较多 聊天 是吧 看看盘 看看大山 随随剧 说个新闻 都行啊 但是呢 要关注市场 要关注市场 你说收拾期 十几个月 现在已经十四个半月了 十四个半月了 马上就快到十七个月了 再不行 再等几个月了 它不一定非得是十七个月 十七个月是一个大概的数 没有说一定的 大概的数 但是呢 呃 你只要消耗掉一天 就是最近的这几个月 每消耗掉一天 那都是对 迎接扩张期 做了充足的准备 所以我对后市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呃 有信心其实有几点啊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去年我们没有判断是 呃 没有判断是收拾期 就是还不确定 去年横盘 横盘呢 就今年上半年如果是上涨的 是下半年开始收拾期 那开始收拾期的话 就开始十七个月 所以呢 就今年下半年 熊市 年年 上十年年 整个一年 都是熊市 久过呢 我就没说这个话 说这话呢 怕很多人就 是吧 市场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但是呢 这个 这个我说的些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假如今天上半年是强势的 高点出现在五六月份 那么康波州期的起点 扩张期的起点是2020年的三月份 到五六月份刚好是24个月 这个三月份是19号 比到六月份左右刚好是 这个26个月 26个月的扩张期 17个月的收拾期 那17个月 你再来想想 一年12个月 特加5个月 5月6个月就半年 所以就一年半的收拾期 可这个就很难度过 假如说今年高点是在六月份 就是在这里 这里是高位 就很难办 但是呢 去年是 去年是横盘 然后今年下跌 就代表了 从去年开始 就是已经进入到收拾期了 那也就代表了 其中有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没有被收拾期的时间 给折磨掉 所以有些时候 如果你要是看到未来 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不长的话 它不一定是下跌 收拾期的话 一般都是横盘或下跌 没说一定是下跌 扩张期呢 是横盘或上涨 但不会跌 收拾期呢 是横盘或下跌 但不会涨 很厉害吧 所以你这个去年的 这个横盘呢 其实就是说 让你这个收拾期 度过的没有那么 度过的没有那么难 然后今年的 这个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 到现在啊 我们的实际操作呢 距离市场还是比较近的 就贴合的比较近 所以呢 受损失的 比较小 规模比较小 肯定也是受损失 就是你这个下跌趋势 你说你没有损失 但是有利润的话 那一定是做空 但是做空那是没有信仰的 今天有人说 做空什么高了大钱 我说这个可能性不大 因为 你做空 你做空 你是不敢拿全部的 你让这个做多不一样 做多的你从底下 可以一直拿到顶上 但做空很少有能拿全部的 因为做空没有信仰 对有信仰缺失问题 但我希望大家也不要了解了 反正你就记住一句话 我徐晓明 这一辈子永不做空 永远不做空 这是我人生的投资的贵则 永远不做屁 不做屁下令 永远不做空 所以呢 你在行情下跌的这个过程中 少损失就算是很大的收获 因为你到下面的时候 能买更多 能买更多 股票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就 就晚上买了 但是呢从骨护其货 或其他带杠杆的产品来讲 你不要再加重 你比方上一波 你赚的和这一波下跌 你亏了 赚的多亏的少 这样的话 你资金量就成倍的增加 成几倍的增加 你说在这个地方 我再成几倍的 比上一次成几倍的投资进去 这个是不妥的 因为你找低点的时候呢 也不像上一次 上次是什么呢 我们就几乎 39号的那个低点 和24号的那个低点 买进去之后就没有什么 就是特别让你 呃承受力特别大的 但你这次不一样 这次 买不对的地方 是有可能 让你承受一定的亏损的 如果你仓位中的话 你你他跌穿你的承受力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你觉得倍快点仓 你在下跌的时候动仓 然后在上涨的时候 你仓位没有那么动了 这个形态就没法调了 这就是我今天下午说的就是 我们只要控制好这个仓位 我们不加重仓位 跟上次持平 或者比上次略低一点 那几乎是不败的 大家能理解吗 几乎是不败的 我这么说 你们能不能理解 所以这就是说 对于整个的这个策略推出的问题 然后呢 呃 时间 过了现在这年15个月了 这年15个月了 然后每度过一天 就离真正的株底更新一天 但株底之后可能转期起不来 因为所有的大低点呢 你会去 你仔细去看 那都是挺折磨人的 没有那么容易 你包括这一波的这个低点 也没那么容易 这波也没那么容易 但是呢 那就是说第一个呢 我们保持对市场有信心 第二个呢 就是大的方向上 要以加仓为准嘛 好吧 买的时候多买点 卖的时候少买点 逐渐的加仓 逐渐的加仓 好吧 下面的时间来看看 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股票融资可以吗 嗯 长期看 但现在还不到时候吧 长期看风险不太大 但是我不建议 不建议咱们的学员 是做用杠杆的 这杠杆呢 对绝大多数来讲 就是个灾难 你可能这一次操作 用杠杆赚了钱 然后你觉得杠杆挺好的 但是我告诉你 你对杠杆的风险的认识 完全不够 你只是对杠杆的收益的认识 有一定的认识 在这种 对市场 对事物 信息 对称的认知的情况下 风险是非常大的 风险非常大 因素呢 就是 我建议大家呢 就是能不用就不用 能不用就不用 好吧 当你有一天真正意识到杠杆的风险的时候 就晚了 你知道吗 就晚了 你就会毁不当初 毁不当初 好吧 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波会过短期趋势吗 GBC是有可能过短期趋势的 但也不判断它是反转 这个地方 我们最主要还是看速度 速度如果以15度角到30度角 这种角度上升 大概率都还是反弹 但这个反弹有可能比我们之前 之前的日线级别的那个反弹还大 这个我们这个级别 我们将来再看 将来再看 进去来讲 没有办法去判断 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判断特别软 我们就 是吧 今天把明天判断明白了就行了 我们昨天说今天就没有错误 今天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明天也没有错误 明天周三对不对 周四周五再说 我们就 是吧 就不说那么远的事 但如果有操作的时候 我们当机就得递端 有一时候该买就得买 你不买的话 就会很难受 就很难受 你知道很多人就是说 低点不买 然后希望ABC的B买 但你就会发现 像今天早的这个低点 每股低开 跑成长的这个低点 然后再上 这个低点怎么把握 它啥序列也没有 啥结果也没有 怎么把握 对不对 这低点你至少有序列 120分钟序列低就 在这里的低点 ABC的B的回调低点 那这啥 什么 什么确定性也没有 你这个特别蛮大握的 你不能总是期待着 是吧 没有原因的去买入 然后能买到低点 这是不现实的 这不现实 ABC的贴税 今天一天 ABC的贴税 快干没了是吧 其实上午有学员 其实挺聪明的 他说的意思就是 5月份 就是这个月当月 5月份的贴税 当时差不多70个点 70个点 5月份的贴税 5月份还有几天就结束了 有70个点的贴税 但是我没细说这件事 人家说你今天的5月10号了 有几天就结束了 几天70个点 照一个盘口的地点 或几天 你只要确定这几天不跌 那摆送的钱吗 我们是 对吧 那今天一天是吧 你现货涨了1% 今天一天 差不多55个点的贴税就没了 一共70个点 他今天一天的55个点就没了 今天60个点的贴税就没了 是吧 今天早上 今天下午就完全不一样 贴税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好吧 贴税很简单 你看今天早盘就买过的 然后你到今天尾盘就卖出 现货可能是只涨了差不多 这个60个点 70个点 但是贴税可能涨了150个点 对吧 所以这就是 就是一家 都在这个一家部分 今天一天干掉50个点 一共76个点 今天干掉50个点 今天贼爽 今天做贴税也贼爽 老师不好意思 刚才没听清楚 是60分钟走ABC吗 你也可以看作是60分钟走ABC 他有些时候不只是走ABC 他有些时候有可能走123分5 所以目前来讲 或者ABC走更大的ABC 就是第一个ABC是A 是大A 然后再走一个三浪的下跌 大B 然后再走一个三浪的下跌 大C 这不会太短 你像现在来讲 如果判断是ABC的话 ABC是C的话 A加B加C 加起来有点短 加起来有点短 好吧 美股不谈了 美股不谈 我们不讲满话 不讲满话 不要问了 老师这么说 最后期的行情信心不足 不是很足吗 为啥只建议用两年前的本金和利润 这两年赶下的钱不忘了扔吗 这个打说 两年前那个是历史线大底 历史线大底 它的风险特别小 所以当时我的盖耳用的有点重 这个我俗话俗说 我为啥一直没说这个事呢 就是怕给大家造成不好的示范 我盖耳用的有点重 当时 扛风险扛的特别小 但是运气好 我整个时候是运气好 买完之后一次都没跌 一路上当 而我又是死多 死多头 但是现在如果 按照上次的杠杆的话呢 它往下跌了10%或15% 那你的仓位就受不了 所以这个东西你必须得提前去想 因此呢 就是说我说这次呢 我不下仓 我保持原来的仓位 但是这都股不一样 就是大家如果是做股票的 而不是做这个股息货的 那股票它没有杠杆 你当然可以 把所有的仓位都买进去 当然可以 这两回事啊 每个人他的 还是昨天我说的那个意思啊 每个人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我说什么概念呢 我做个比方 我打个比方 在上升的过程中 你赚了50万 在下跌的过程中 就价格又跌回到你买入的位置了 但是你只亏到10万 你只亏了10万 那这个时候呢 就相当于 你在市场没赚没跌的情况 要多出40万 对吧 多出40万 假如说我不拿这40万 全部买进去 我只买20万 或15万买进去 我剩下25万 那后面的这个操作 你一点压力都没有 心态特别好 你们能理解我说的意思了吗 能理解这打一 但假如 假如 现在呢 呃 就是说 你把这中间赚的40万全部买进去 然后又加了40万的对应的杠杆 现在这个地方往下跌10% 这40万你可能就没了 你把过去年的全部赚的钱 就全亏掉了 再往下跌 你就得需要补偿 而且你是按40万标准的这个补偿 风险率会特别大 所以这个这个你 你如果深入去思考这件事的话 你就会知道 目前的这个位置 跟对后市关系 就是说有没有信心关系不大的 就是你对后市 因为就算很有信心 你能确保行情不在这个位置上 继续再跌15%吗 能确保吗 如果你不能确保 那就代表了 你 我最大不了就是 我们不想再赚更多的钱 我们就希望 如果跟去年的行情那个涨 然后我们赚那个钱 跟去年的行情 或前年的行情一样 我们心满意足了 这就行了呀 知足的常乐呀 而且能够确保你不败 不败什么原因呢 就是你做的仓位小 但是你的由于去 就上一次操作 你赚了很多的保证机 这次憋到零 你都是盈利的 就指数跌到零 你都能是盈利的 但是你依然指数会跌到零吗 在这种情况下 就稳利于不败之地 好吧 这跟最后是 有没有信心是不相关的 最主要的就是分野管理 分野管理是一个学问 非常大的学问 所以很多人都是赚了钱 就是做期货的人 尤其是不光是做股市期货 就做商品期货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 当做期货的时候 就赚了钱 再把钱加进去 扩大保证机 再赚了钱 再把钱加进去 扩大保证机 一路上涨的过程中 它可能翻的倍数特别多 有的人在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人在棉花期货 赚了200多倍 翻了200多倍 可是往下一跌 爆仓了 跌了5%爆仓了 棉花大牛市 往下回藏那么一点点 它爆仓了 那原因是什么 杠杆式加仓 对不对 杠杆式加仓 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做 这样做非常愚蠢 我认为是愚蠢 假如说 大家在做交易的时候 扩张期里 我们尽量重仓 收索期我们尽量清仓 然后下次扩张期 我们再尽量重仓 但是我们把利润 能够拿出来 我们不放进去 假如说是什么 要是市值操作的话 股票交易的话 你不用融资 不用干擀的情况下 你就无所谓 你就可以全部都放进去 好吧 什么五四十万变两亿 这种就跟咱们离 距离太远了 距离太远了 很多的事 距离我们很远 你其实发现 交易是一个非常 它又没有那么完美 它很真实 正因为它真实 你就感觉到 它根本就不完美 它会有偏失 它会有遗憾 它会有悲伤 它会有很多的这种情绪 但你就会发现 它特别真实 然后你就天天想 什么一个女教师 从四十万做到两个亿 你天天想到这个事 你会无比的烦恼 你就夺于说 你才会总想到这种事了 对吧 所以我们就恰恰恰恰的 把心首先要沉淀下来 你不能太好高无远 心服气道 心首先要沉淀下来 然后我们就一笔一笔的做 每一次 每一笔的交易 咱们都要求自己呢 都有规则 要符合标准 一笔一笔 实实在在的去做 大大实实的去做 好不好 贴水到期一定会平水 因为它是一线货进行结算 贴水 贴水就是指数不涨不跌 它都是利润 你像这个今天 今天一天又回了 百分之 将近百分之一是吧 一百分之一 今天贴水一天回百分之一 就一天你百赚百分之一 一天 这贴水 认购期权不报仓 期权是期货的期货 叫做期权对吧 期权 它就是赔美货 权利金价值赔美货 赔美不就是购仓吗 对吧 那期权 购仓太常见了 就类似于你有权力 在北京 用二十万一瓶 买一个房子 可是现在市场价 十五万了 你干嘛还行使 二十万买一个 买一瓶的房子的权利呢 你没有必要行权了 没有必要行权的期权 不就是购仓吗 很多人只看到 那个大妈 从五万到五百万 那大妈呢 第一个呢 他得会忘 第二个呢 他还得会想起来 他忘的时间 和想起来的时间 都很重要 大家其实 你们没太注意 我曾经说过一个事 就是当初 我说这个 这个扩张期 我说康莫州期的时候 我说我要做四多头 然后我说了年线 我还说 我说这个 我还做那个IC的时候 我还说 我说这个 就做到九月份到期 就是给自己的 这个交易计划 也做得特别简单 就是买进去 然后不理他 等到九月份到期 自动交购 就是公司期购价 这点特别好 到时候自动交购 以前我是玩期购败了家的 好多人都玩期购 期购亏损的 能占到期购投资者的 80%多 注意啊 特别大 而且很多的 做期购的人 是在六个月内包藏的 六个月内 大家知道吗 所以呢 其实你们认为 我是在做期购 但是我怎么跟大家说呢 就是我在做周期 而且做周期期购 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式和手段 如果有其他的方式和手段 我可能会 也会选择其他的 你们能理解吗 我不是在做期购 我在做周期 在做指数的周期 唉 所以呢 就是我也担心 大家做着做就变成炒期购了 是吧 变成做炒期购了 所以你看我那个操作 就简直傻了 不能再傻了 玩下去的时候不动 然后到时间卖出 速度走 找大低点和大高点 比如用当月的合约 或下个月的合约去充一下 短期高点和低点就充一下 就比方说我这边做 远期合约 12月份的合约 我做80首 然后呢 这个短期我判断 九段序列高点和再结构的高点 我可能做30首的近期的合约的空 远期的多我还不动成 你们能理解吧 还不动成 然后我其实给大家晒过单是吧 做IC的时候给大家晒过单 做IF的时候没晒过 但大部分的一定是IF算的 IC的时候晒单的时候 当时就是第一个告诉大家 它的获利逻辑是什么 第二个我们买入 什么地方买入 第二个第三个我告诉大家 我怎么做 然后我到期 我什么时候评料 我会告诉大家 对吧 当时是没有拿到到期 当时是因为日线出现中央加9 如果不出现日线中央加9 我就会拿到到期 拿到到期是更短前 9月份到期的那个时间是最高的 去年S一样 但是也行了 就翻了一倍多 对吧 也行了 对 一千多万利润 你说不会做空吗 哪会做空呢 你不一样 我做多80首 我不做空 我相当于长期合约 我减30首 我是不是50首 但是我又不想动长期合约 我在短期之内空30首 长期合约80首 那我是不是相当于减了30首 但我整体仓位 我还是多头 但是上一次做IC 确实有运气成的 因为我一直是做IF IF它拨动力大 因为最开始就只有IF 没有IC还IH 所以IF它的活跃度非常高 然后后来 然后我就发现IC贴水特别大的时候 我就开始做IC 把IF的仓位都撤出来了 做IC做的还少 没敢多做 结果IF是下跌了IC上涨 就在原本应该亏的时间里 结果还缺了一点点 但是后面的IF和IF一起下跌 那肯定就是亏 对吧 这个就没想说了 但仓位少 仓位少之后就到现在为止 我就看那个 是吧 你看好多的位置就觉得 这算运气好 所以我就说有点少幸福 原因就在这 因为14个月的下跌 很多人就根本扛不过来 因为七波带杠杆的 没有分控的话 你要去这14个月下跌 你不按规则来 就死得特别烦 对吧 你看80手IF 我算了一下 80手IF差不多得亏6000多万 我算过吧 我没算过 稍等我看一样 4.05分了 今天做假衣服了 互生300 3.0 稍等我看一样 最高是5930 最低是370 2200点 2200点一个点 300块钱 一手是多少钱 2200点 一手就是 666是吧 一手是66万吗 一手66万 十手是660万 100手是6600万 80手 再乘一个 64848 就5000多万就没了 5000多万没了 你们能理解吗 所以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正常操作应该赔5000多万的 那你现在目前来讲的整体的亏损都不到1000万 那就说这个操作还是不错的 然后关键就是肠子又跌下来了 你又重新具备了做多的基础 先是只不过目前那段接战不涨 但是我觉得不涨也是暂时的 这几个月横过去之后 进入到各张期之后又是一个上升 又是一个上升 所以就是大机会来的 你说这个小的亏损完整能忍受 好吧 行了 我刚才就是给大家算这个逻辑的问题 算逻辑的问题 然后这个 你假如我刚才说的意思 假如说你用利润再加杠杆了 你比方说你占了2000万 然后你从80手你夸你加到150手 你只要没抄到最底点抄到半战腰 那比方说这个一共跌了2200点 后面1100点 你的仓位特别重的话 你就死掉了 你根本就没有机会了 这个有些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到风险 风险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 我在任何时候都是告诉大家 告诫大家把风险放在第一位 现在目前来讲就是说 收益要开始大距风险了 我们开始逐渐的加仓 但是仓位一定要可控 对风险一定要可控 是风险永远都是放在第一位 好吧 但是对未来很有信心 我们不多讲了 我们今天的课程 今天多讲了十分钟 到这里全都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